同样是经过改造的 我们要带你来看到的是新庄的龙凤公园 在当地的里长吴公藤里长的努力之下 配合了新庄区花园城市的目标 一改过去阴暗丑陋的形象 现在的龙凤公园 整个开放式的空间 跟当地的民众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而且在公园里面还增添了老人的体健设施 跟小朋友的游乐设施 现在的龙凤公园可以说是当地里民 大家最喜欢休闲运动的好去处 全新的新庄龙凤公园 绿盎然的开放式空间 现在是当地民众大家最爱的休闲运动场所 这一切都是因为当地里长的努力 配合着区长徐炳坤花园城市的目标 才能一改过去阴暗丑陋的形象 它已经很凉乱了 这里很乱就对了 算是很厉害的 还没有一个鬼鬼 因为以前这个公园是 第一就是我说的灯光 就是真的是很暗 然后再加上它的流动 就是它可能就像我说的 它的无障碍空间设置比较少 然后甚至地没有整得很平整 因为以前可能没有规划这么好 我觉得 它这个规划过以后 它这书都重新安排了位置 我觉得也可以让遮阴 然后有这个道路都四通八达 我觉得是比较符合人性 公园重新规划保留老树 改掉过去为人诟病的石砖步道 加上动线重新规划 成就了开放式空间 公园像是重新活过来 跟住家紧密结合 为邻近民众打造出 我家就在公园旁的美好异象 公园原先只能从隆安路进来 那后来我们改到每一个地方 都可以进来 从隆安路的巷子 那个兴旺巷这里也可以进来 那育民活动中心 以及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社区 都可以进来 现在连中正路都可以进来了 四面八方都可以通到公园 开放式的空间 在搭配艺术家吴建福 所设计制作的公共艺术 让整个空间更为加分 最大的这个艺术品 它叫做翔 就是飞翔的翔 那最小的这个 它是祈祷的旗 那中间这个叫长云 那这个也配合了我们地方的 这个整个结构 因为我们的地点在 丹凤回隆这地方是靠着山 那这个塔辽坑溪 接来我们崖口坑溪 这个河水 它等于说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龙穴 那我们龙凤里的这个翔 也等于是飞翔 那跟龙凤里 跟这个龙凤 也非常的相当的符合 非常的结合 重新规划了龙凤公园 不只是赏景散步的好地方 使用设计也更为贴心 像是为喜爱到公园的长者 规划体建设施 让长者来到公园 还可以顺便活络筋骨 新建很多的器材 让我们这些比较年长的 可以做附建的不管是腰也好 五十肩也好 各种形形色色的这个器材 都有进来 除了长者之外 龙凤公园更是小朋友的天堂 两座游乐设施 让小朋友来到公园 经常玩得不亦乐乎 游乐设施我们新做了两座 那本来是一座 因为我们现在附近的人口 密度非常的高 那我们又再打造 在三个月前再打造第二座 那都有软电 对这个孩童上面 安全上面的考虑 都考虑得相当周到 除此之外 公园也贴心的设置厕所 不仅造型自然融入公园 干净舒适 也让李明大为赞许 这座多功能的邻里公园 可说是大大满足了 当地民众的生活需求 我早上都来这边做器工 我因为不是个早起的人 但所以我都做 七点到八点那一班 公园是我最熟悉的地方 因为我以前带我孙子的时候 有一些 我们就说我们是孙子 那个什么 公园帮的阿嬷班 所以我们这些 孙子都会读书的时候 我们这些阿嬷都认识 所以这里实在是 我最熟悉 最喜欢的地方 基本上在那边跑步 因为其实 我个人的运动量是不大 所以说没有到学校去 就是公园这边就是快走 在那边快走 对因为这边的步道 其实已经整修到 已经很平稳了 对不会说就是不平整 然后就是在可能在慢走快走的时候去踢倒 公园的改变不仅重塑 临近民众的生活形态 更拉近在地居民的距离 而且不管白天或夜晚 来到这里都可以感受到龙凤公园 展现出不一样的迷人姿态 可以说是花园城市目标的最佳示范 也欢迎大家有空亲自来感受一下 这一座会呼吸的公园 龙凤公园 以上新闻记者新庄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